美食带您进入小厨三女推介系列 蠻有芋头的香甜 而且腊肠又芳香入味 虾米和瑶柱鲜甜可口 不光是过年的美食 更多人也喜欢在酒楼里边点 也是酒楼里的一道美味点心 关键是简单易做又好吃 吃过美味芋头糕的人会经常还想吃 今天我会分享如何掌握芋头粉浆的稀浓度 那如何煎好芋头糕我也会教大家 好了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做 首先一起看一下所需要的食材 我们需要芋头、粘米粉、腊肠、小瑶柱、虾米 调味料呢需要五香粉、鸡粉、细盐、白砂糖、白胡椒粉、油适量 首先这个小瑶柱我们用清水给它洗干净 给它冲洗一下表面的乌尘 然后呢虾米也是一样 我们用清水都给它冲洗一下 分别呢加入满碗的水 没过虾米和瑶柱 我们来泡发一下 那想要尽快的把它泡软呢 要用180度的热水 这样泡呢它会更快的就变软了 这样大约给它浸泡20到30分钟 蜡肠呢六根我们把它切一下 如果你的蜡肠特别硬不好切 你可以蒸一下 好那这些蜡肠呢就可以直接切 我们还是给它一根蜡肠 给它切上四条 然后呢切成小细粒 好啦六条蜡肠切好了以后 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备用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一下芋头 我这个芋头呢是4磅2盎司 首先我们要把它去皮 就好戴上点手套 免得把手给划伤 好去了皮以后 你看大概现在就中4盎司 我们把它切一下 切成一寸的方钉 给它先切成片 然后呢我们再这样切 给它切成这样的方钉 好芋头也切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放一边备用 我们看虾米30分钟 已经泡发好了 这个虾米水可以留着 还用来煮芋头 那它更加提鲜 虾米呢你看 我们这个虾米给它稍微切一下 切个三四粒一颗就可以了 好切碎 小瑶柱也是一样 你捏一下它已经软了 对不对 用手就能把它撕开了 给它捏的稍微碎一点 好 讲虾米水呢也放在这个凉杯中 讲这个摇住的水 全部都放在凉杯中 好 我们下面啊 我们就烧一个平底锅 我们这腊肠也是用水冲洗一下 然后呢 给它炒一下 你看锅已经热了以后 我们将腊肠呢放进去 轻轻的给它炒香 不用加油哈 用大火 白色的肥肉 你看已经炒到透明了 大概炒了一分半钟 我们再转中大火 炒腊肠啊 虾米啊 瑶柱啊 我们都是分开炒的 这样呢 你比较容易把这个火候啊 掌握好 而且炒的比较均匀 好你看腊肠呢 已经炒的 哎 有这个焦香味哈 香油油分也炒出来了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备用 炒香肠粒的这个油放在锅里边 我们用它来炒虾米 把虾米放进去哈 炒一下 这虾米粒大 所以说呢 味道很鲜美 好啦 开始你看炒的差不多了 这个虾米啊 炒的颜色也比较深了哈 然后呢 大概也就是炒了一分二十秒就可以了 这时候把瑶柱就加进去炒香 然后呢再加入一点油哈 炒呀炒 炒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你看 炒出释放出香味了 两种材料都 然后把腊肠呢再加进去 加进去这不是三种食材混合在一起了吗 对吧 我们给它炒一下 我们就把火关了 这时候就可以离开火了哈 好 我们在这个凉杯里放两杯的水 那调味料呢 有五香粉还有鸡粉 各两茶匙 一勺半的白砂糖 一勺一勺的这个细盐 然后还有四分之三的白胡椒粉 好 调味料呢 我们把它用这个水啊 给它调均匀 给它搅均匀 好 这时候我们称一磅的粘米 哎 我放在盆里面 我们就将这个调味料倒进去 倒进去 一共需要两杯半的水哈 好 我们来搅一下搅匀 我们用这个棒哈 比较好搅 很快的 你将粘米呀 调料呀 水呀 就打成这种粉浆了 如果喜欢吃五香粉的味道 你就多放点 我们看所有的芋头呀 我都放在盆里边了 对吧 那首先呢 我们加入两杯水 我们包含这个浸泡加米的水 还有瑶州的水哈 我们需要五杯水 都倒在盆里 那多加了三杯水哈 一共是五杯水 然后我们加上盖 一个大火把它烧开 放在小锅里烧开 烧开了以后搅动一下 你防止底下粘到哈 粘到以后就会焦了 好 这时候我们加上盖 转成中小偏大的火哈 然后呢 炉头十度的话 你就用四度就可以 煮十分钟 这时候我们就将这个 做蛋糕的哈 这个小盘给它扫一扫 扫上油 防止粘 一会儿我们要蒸 这个芋头糕的时候 要用它边缘的地方 顶部啊 都给它扫上油 好 我们在另一个糕点的这个盆上 也扫上油哈 芋头粒 煮了十分钟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我们将所有的这种 调味的粉浆 虾米 咬住腊肠 我们全部都放在这个芋头堡里面 好 这时候我们趁着热 赶紧给它搅一下 沿着一个方向搅 想象一下都非常好吃哈 各种提鲜的 辣肠啊 摇住虾米的 再加上芋头 甜甜糯糯的 非常的好吃 粉浆的浓稠度 如果不合适 锡啊或者是水分搅多的话呢 你就自己 你就用中小火再将粉浆给它煮一下 煮的时候不停的搅拌就行了 把它那个水分蒸发一点 它粘稠度就正好啊 就跟我们自己做红豆馅一样 它稀的话你就多炒一会就好了 将水呢就煮走一些 就恰到好处 煮了七到八分钟哈 这个粉浆浓稠度 我们看一下这个正好啊 这个样子就正好了 这里温馨提示大家 如果你用大粒的芋头煮的时候呢 你就要多煮三分钟几分钟的 大概也就十三四分钟 可以呢省却再煮粉浆这一步了 如果加入调料粉浆混合后 浓稠度合适 你就不需要再煮芋头粉浆了 好了 芋头粉浆呢 我们把它放在糕点的那个盆里边 粉浆这个浓稠度正正好好 就恰到好吃 好了 我们把它平铺在 平铺在这个蛋糕盘里哈 按压一下 让糕内不要有空隙哈 用这个缪胶的这个给它抹点油 表面上呢给它扫平 按压这样呢 它中间就不会有空间了哈 这个正好合我的口味 也不要太浓的味道哈 好 糕面我们都给它扫平了 粉浆80% 85% 放在这个盘里的这个位置 就正好啊 好了 加上保鲜纸 防止呢 蒸的时候水分进去 按压一下 把边的弄好 这时候我们就烧开蒸锅 就把它放进去 把它放在蒸锅中呢 我们蒸一下 大火 给它蒸上一个小时45分 蒸锅里面多放一点水 防止烧干 好了 芋头呢 蒸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蒸锅的水分这个充足哈 每半个小时你看看 如果水你不够的时候 你就加点烧开的水 继续蒸 好了 蒸了一个小时45分钟 我们用筷子插入这个糕中哈 看一下 诶 你把筷子插到这个中间 然后呢 你就取出来 你看这筷子上没有黏着这些粉浆什么的 证明它就已经熟了 芋头糕熟了 在室内呢给它放凉 放凉以后呀 我们加上保鲜膜 就给它放到冰箱里面 给它冷藏三个小时 冷藏三个小时 它就定型了嘛 我们就可以切片了 好了 你看我们从冰箱里取出来以后 然后就可以切了 切一条你看看 里面有很多的芋头 然后给它切 就切成这样就行 二分之一寸的厚的这样的断 其他的呢 你继续给它放到冰箱里保存 好 切成块的呢 我们就煎一下 烧一个平底锅 加上一勺半的油 我们煎一下 把它平铺在中间 大块的放在中间哈 煎的时候呢 火不能太大 中火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它慢慢的煎到两面 金黄色 你看发现金黄色了 你就翻到另一面 继续煎 锅边你再倒点油哈 免得它沾 然后又中火 继续煎 中火偏小的火 然后呢 一共煎了三到四分钟 就可以了 煎至两面金黄色 再翻过来 再煎一分钟 好啦 芋头糕这样就煎好了 煎好软 放在碟子里 就可以享用咯 试吃一下芋头糕吧 真的是又香又糯 腊肠虾米 瑶柱又鲜甜 味道美极了 喜欢的话也可以蘸一些蚝油 或者鱼露辣椒酱来吃 当然我觉得原味更加的好吃 健康 好啦 那我们今天这个美味的芋头糕啊 就做好了 正值年节 大家可以一起做来吃一吃哈 这也是一道酒楼的糕点 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 健康美味又营养 在自己家做材料也绝对的上乘 哇太好吃了 超赞 好极力推荐给大家 那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 优势美食频道 希望您的大力支持 欢迎您订阅点赞 与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